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上帝休息了 多少年来 不光是最近来的 千百年来人们都一直在争论 这个创世记 创造天地的六天这个故事 是真的吗 属于那么给我们揭开了秘密 这七天里面是整个的灵意是什么呢 是我们人重生的过程 哎 那么我们看一看 他是怎么说的 单从旧约圣经的文字来看 人无从发觉里面 深藏着天国的奥秘 从总体到细节 均涉及主及其天国 教会 信仰的方方面面 因为旧文字而言 我们看到的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些礼仪典章 但事实却是 旧约圣经处处蕴含字面不可见的灵意 只有极少数地方主曾向使徒解明了 例如祭物象征主 迦南地 耶路撒冷象征天国 因而被称为天上的耶路撒冷 迦南 天上的迦南和耶路撒冷 对于圣经 从总体到细节 乃至一点一化 皆包含和象征属灵 属天的事物 基督徒尚浑然不觉 旧约因而不被重视 然而 基督徒若能简单地想一想圣经的这一特质 就不难得知 圣经既属于主 源于主 必然涉及天国 教会 信仰 否则就不能称为主的话 也不能说他内有生命 因为若非出于一位有生命者 生命从何而来 或说 圣经若非从总体到细节 皆涉及生命之主 生命从何而来 凡在深层次里看不到主的 就不惧生命 事实上 圣经若有一句话 不以主的方式体现或映射它 就不是神圣的 无此内在生命 圣经的文字是死的 正如基督徒所熟知的 人有内在和外在 外在 这个英语是external man 离了内在 叫做internal man 就只是一具身体 是死的 因为使外在活着的 是有生命的内在 内在就是人的灵魂 圣经与之相似 但就文字而言 它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身体 这是说 圣经如果没有内意 没有灵意 但从文字上 如果仅仅只有文字的话 它实际上是没有生命的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或者一个思想 这个史维登报以前 我们从来没有人能这样想过 也没有人这样去探讨过 虽然有很多人在读圣经 都是反复读 会感到与上帝的交流 会感到一些 在灵性上能提升 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 这里面的灵意 当圣经的字面一死 独占了人的思维时 就看不到它的内涵 拿创世纪第一章为例 从文字来看 它所讲述的 不过是世界的创造 伊甸园的设立 人类始祖亚当的受造 谁会想到其他 但下面我会证明 这些故事包含 从未启示的奥秘 创世纪第一章的内液 或者灵意 大体而言 论及人的心造 以及人的重生 其对象 有指上古教会 当中每个最小的细节 都无不代表象征 和包含此意 就是说重生的意思 若无主的帮助 没有人能了解这些事实 所以我必须 我有必要预先声明 因主的慈悲 我被允许与精灵 及天使来往 听他们谈论 与他们交流 迄今已有多年 从未间断 就这样 我在灵界 耳闻目睹了 许多奇妙的事物 都是此前 人未曾知道 或想到的 在那个世界 我获知 关于各种灵的信息 人死后的灵的状态 无信之人 在地狱的悲惨境遇 忠信之人 在天国的幸福状态 特别是整个天国 所认同 并教导的信仰 因主的慈悲 下面我会就这些话题 做详细的阐述 这个前面实际上等于是前沿 现在才说概论 创世纪第一章的概论 创世纪第一章讲的就是创造 天地的故事 这六天 它的灵意是什么意思呢 是六个时期 意思是指的人重生的六个 多个连续的阶段 大药如下 盖药如下 第一个阶段是初始阶段 涵盖出生到重生之前 被称为空虚 混沌 黑暗 因主的慈悲 第一个动作是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 在第二个阶段 属于主 与属于人的 被分别开来 在圣经中 属于主的 被称为余流 它的英文是remain 余流指的什么呢 实际上在每一个人出生 出生的时候 在他的 那个 质内 A层里面 就有余流 就是他的良善 和他的那种慈爱的那种本性 你看小孩 看着小孩 你会发现 他们 那么每个不仅仅是天真 而且非常非常可爱 他们本身 他有非常 那个纯洁的那种 那种 那种美 那种 那种 那种爱 在此 余流 有只人从小学得的信仰知识 这些被铸存起来 直到人达到这个阶段时 才再度显现 实至当下的第二个阶段 一般都免不了试探 苦难 悲伤 好让人对肉体和世界的欲望 归于沉寂 事实上 死去 就是这样的欲望 都是 已经是 忽天不应 较地不灵 他就没办法 他才能死去 这样 人的外在和内在 被区分开来 其中内在所存的余流 是主为此时刻 为此时刻意注存的 第三个阶段是悔改的阶段 在此阶段 人出乎内在 说话虔诚恭敬 义行良多 如 诗会有灵 就做很好的事情 尽量地帮助 这个周围的朋友 周围的人 不过 这些影响上 不惧生命 因为人以为这些都出于自己 觉得做好事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他们在灵性上 被称为柔论的小苗 继而被称为 结种子的植物 终至 结果子的树木 那就是讲 他的灵性啊 一步一步长大了 不是开始都是那么柔弱 那么虚弱 慢慢慢慢越来越坚强 最后就已经有了 能结果子了 在第四个阶段 人为爱所激动 为信所照亮 此前 人的 人们虽然言语 虔诚 行为良善 但只是因为 试探和苦难的驱使 是那种 走投无路了 呼天不应 叫地不灵了 他并非是因为 真正有了信仰 有了 建立了自己的爱的激励 并不是那样 所以到了 当前这个阶段的时候 信与爱 在人的内在 开始被点亮 这个时候被称为 两个大光 在第五个阶段 人的言语 表现出信心 对真理和良善 更为坚定 此时人的言语 此时人的言语 举止开始有了生命 被称为水中的鱼 空中的鸟 在第六个阶段 人本乎信心和爱心 言说真理 奉行良善 此时从人所出的 被称为活物 或寿 因为他不仅 持信而行 依据自己的信仰 去行为 去做事 也奉爱而行 成了属灵之人 这个时候就被称为 有了神的形象 至于人的灵性生命 此时他在认识信仰 和践行仁爱中 获得乐趣和滋养 这些被称作他的食物 但就属世生命而言 他依然经由肉体感官 寻找乐趣 得到寄托 以致造成冲突 只等爱占据了主导 成为属天之人 这个在重生的过程中 每一步都是很艰难的 都要经历各种各样的 这种试探苦难 有的是外界的苦难 甚至是家庭啊 离散啊 甚至人生的不幸啊等等 最重要的是 内在的那种 那种挣扎那种苦难 不是每个经历重生的人 经历重生的人 都能达到这个阶段 当今时代 多数人只达到第一阶段 少数人达到第二 第三 第四或第五阶段 很少人达到第六阶段 几乎没有人能达到第七阶段 达到第七阶段的人 哎呀 那就是真是完人了 那就是他最后 死了以后 肯定能上第三层天堂 很少人 所以我在 卫功的书里面 有什么地方 我记不清了 讲第三层天堂 是非常非常缺人的 因为他太难达到这个阶段 好 今天得讨论 学习的内容就这么多 我们进入到 学习问题和讨论阶段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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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an 2nd corinthians chapter 3 sorry sorry i've got to start my video the link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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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 attention she is going to translate yes thank you lynn 2nd corinthians chapter 3 yeah uh from verse 4 and we have such trust through christ towards god not that we are sufficient of ourselves to think of anything as being from ourselves but our sufficiency is from god who made also made us sufficient as ministers of the new covenant not of the letter but of the spirit for the letter kills but the spirit gives life and that for me sums up very well what this evening's readings have been all about that if you over focus on the the letter of the bible in other words just as it appears and nothing else then it suffocates the inner meaning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we well know lynn that jesus said if your right hand offends you cut it off now that's that's the letter that's what swedenborg is referring to as the letter but if we focus on that then it suffocates the deeper meaning that jesus was getting at i'll leave that now for translation yeah 都是出于神 它是我们有资格做新约的奴役 这个新约不是从义文来的 而是从圣灵来的 因为义人会使人死 而圣灵却使人活 它这个义文在英文是letter 就是像字母一样 就是文字 印举的另一个例子 就是耶稣曾经说过 你如果用你的左手去做坏事 你要把你的手斩掉 把右手斩掉 就是说你从那个文字上理解 那就确实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它是灵异在里面 耶稣 I don't want to take care of Lin I'll try and be quick extending from infancy to just before regeneration is called void, emptiness and darkness the first stirring which is the Lord's mercy is the Spirit of God in constant motion on the face of the waters I really just refer to this Lynn because it brings out to us that the Lord in his mercy is in English at this point in our Bibles it says the Lord is hovering like a mother hen with its chickens the Hebrew means like that like a mother hen looking out all the time to protect and lead us to what's good food for us and so on it's just a lovely concept and Jesus himself said on Palm Sunday O Jerusalem Jerusalem you kill the prophets and stone those who come to you know who come with the truth to you how I would have gathered you together as a hen does gather her chicks I just love that first stirring he's the Lord over every person everywhere looking for his opportunity to awaken us to the potential of living a more spiritual life thanks Lin thank you Yin 刚才 Nika Yin 就让 Gang Ming 回到 那个概论 就是第一 阶段 第一阶段 就是咱们 圣经上 创世纪的 它的第一天 初始阶段 它是 就是说 到 这个 重生 之前 出生 到 重生 之前 被称 空虚 文顿 黑暗 因为主的 慈悲 在这个 圣经里面 就是 创世纪 第一章 是 这个 神是在 运行在 水面 实际上 就是说 Yin 讲了 就是说 他的 另外一个 想象 就是像 这个 老母鸡 护着自己的 小鸡一样 每个小鸡 它都照顾到 而且都会照顾到 很细致 就是那种爱 就是我们的神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 那种爱 它那个就是说 运行在水面上 它实际上就是 大面积的 照顾到 每一个 他的子民的 这个细节 另外就是 Yin也 那个就是 讲到 就是说 后来 这个耶稣 我还真的 没问他 就是在那个 就是Paul 对 就是那个宝洛 他也提到 在耶稣 沙隆 也是有一个 就是说 母鸡 和他的小鸡的 关系 实际上就是 展示着 我们的这个 主 对他的 这个子民的 每一个人的爱 是 Ian yeah Lynn where it says the first stirring which is the Lord's mercy is the Spirit of God in constant motion on the face of the water in constant motion and when somebody feels that stirring and makes up their mind sincerely to find this new possibility of living a spiritual life in summary that is sufficient to enable them to find a place in heaven I just want to stress that because it's possible to misunderstand what's being said here but yes we can take step two three four and five and six yes there's always endless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as a spiritual person but step one so long as people take step one so long as people realize that earthly physical life does not satisfy nor is all the answer and start searching wanting to make a connection with God and with spiritual things so long as that's there then they will eventually find their place in heaven yeah I understand yeah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 just want to confirm one thing before I translate is really just any of us connect with God with the spirit yeah and as you said I wonder if that would be our Lord Jesus because Jesus come to this world to connect us with the Holy Spirit yeah exactly can you see what it says there this stirring which is the Lord's mercy is the Spirit of God that's the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yeah constant motion yes that word in constant motion the Lord I think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the Lord in his Holy Spirit is constantly looking for an opportunity to open up our life to spiritual things yes that's right 那个 刚才 就是 讲的 这个 这一段 就是说 就从英文的 这个意思 比较细的 讲 就是说 他说 第一个 他是 就是说 stirring 实际上 这个直接 翻是一种 这个 角动的意思 实际上 就是我们的 主 的 这个 慈悲 是这个 我们 这个 圣灵 他是呢 就是 constant motion 就是他 总在 运动着 总在 动着 他这个 运行呢 就是总在 运行着 他这个 运行的 目的是 找到 每一个 我们的 灵 来 就是说 呼唤 我们 爱 我们 把他 把我们 就是 吸引到 他的 这个 身边 所以 就是说 the first stirring 就是说 他老在 这个 角动 实际上 就是说 而且是 constant motion 实际上 就是说 总是 在 动 总是 在寻找 我们 这些 他的孩子 是不是能够 成就 我们 那是 很感兴趣 不错 我认为 我认为 它是 美丽 因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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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 桌上 aqui came through the post it says here the care army hundreds and hundreds if not thousands of people in Queensland volunteered themselves to be a care army to visit or help anybody who is finding it very difficult to deal with lockdow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VID-19 I think it's wonderful that people are reaching out beyond themselves, prepared to make a sacrifice and to me, that's the Holy Spirit in constant motion awakening us awakening us all to think of others and to think of others is an important profoundly important first step in our journey to heaven yeah yeah in there's a newspaper on the table there's a newspaper on the table there's a Kinsh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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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In yeah there are lots of stories it's very touching during the lockdown period yeah yes yes indeed and I think you know they back in 2011 when they had the big flood here in Queensland in Brisbane they they had what they call the mud army and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people tradesmen carpenters all these people they gave up work to go and help people whose houses were flooded t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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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oly Spirit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and people feel good and and they feel they've accomplished something they feel it's made their life more worthwhile this is the Holy Spirit setting them on the journey which which becomes heavenly life 就是在澳大利亚 经常有这种事情 过去我们 一年发洪水的时候 也是 就是这些 比如说 这个修房子的人 盖房子的人 还有其他的 这些 这个提供食物人 都自动的 这个组织起来 这实际上 就是我们主的圣灵 和我们主的爱 在这个人们心中 不断的搅动 让他们就是 做这些善事 和这个表达 这个主的爱的事情 and can I ask you to go back a little bit to how many paragraphs it's before it actually starts talking about it says here in regard to our spiritual lives we now find pleasure and nourishment in religious knowledge and acts of kindness keep the Christian okay keep going keep going no don't go back go forward go forward towards halfway go back go back a bit keep going back a bit i'm sorry guang i'm sorry it's actually very much towards it's the second last paragraph of tonight's reading sorry second and last okay second and last that's here fourth here here then go to the fifth go to the sixth go to the six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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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ge yeah now go to the seventh now go to the next paragraph okay done thank you in regard to our spiritual lives we now find pleasure and nourishment in religious knowledge and acts of kindness and these are called our food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e mud army people felt good and satisfied and fulfilled because they were helping others in regard to our earthly lives we still find pleasure and sustenance in things relating to our body and our senses which cause strife until love takes charge and we develop a heavenly character the reason i stopped over that lynn is because in its own way that second part of this paragraph says exactly what the lord said i'm thinking of john chapter 17 and it's in john 17 verse 9 and and this was just before jesus's arrest and crucifixion when he he uttered this amazing prayer for himself and for his disciples and for the world just before he was arrested and it says there i will i will i will read the chinese so you save your voice yeah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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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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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 it's in the section which begins verse uh well let's look especially at verse 9 verse 9 okay he's talking lynn his prayer is for the disciples yeah at this point he's praying for the disciples yeah yeah just read only one verse yeah i pray for them i do not pray for the world but for those whom you have given me uh for they are yours i'm just looking for the exact words yeah um just um yohan 福音 第十七章 第九节 这时候 耶稣呢 是比 这就是 在他 就是上十字架 之前嘛 他在这个 和他们那个 就是啊 就圣徒们 然后他 就是在和 就像 这个上帝 来祷告 啊 第九节啊 他说 我为他们求 我不为世人求 而是为 赐给我的人求 因为 他们是你的 然后 verse 15 Lynn 15 yeah i do not pray that you should take them out of the world but that you should keep them from the evil one yes and that's really what is being said here when it says in regard to our earthly lives we still find pleasure and sustenance in things relating to our body and our senses in other words we don't have to feel guilty if we go and enjoy a nice meal or we can't do it at the moment but go to some entertainmen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Jesus never asked us to withdraw from the world or to feel that the body is in some way sinful he's saying you can still find pleasure and sustenance in things related to our body and our senses which can cause strife until love takes charge and we develop a heavenly character I stress this point because people particularly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not so much now but certainly when I was a child when I grew up they thought you should not enjoy yourself in a bodily way but that's never what Jesus said 就是 约翰 还是 第十七章 第十五节 耶稣 祷告 的时候 说 我不求 你 使他们 离开世界 只求 你保守 他们 脱离 那恶者 就是说 耶稣 实际上 后面 也讲到了 就是说 主 神怎么 把他 带到 这个世界上 来 他应该 也把 我们 送到 这个 就是 拆到 就是 送到 这个世界上 就是说 我们不要 脱离 这个世界 但是呢 我们要 就是说 脱离 那些恶 就是 实际上呢 我们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 只要 我们的 那个 内在生命 有 那我们 就会有 这个 乐趣 和滋养 就像 瑞登堡 说的 在 就是 人的 那个 灵性 生命 他认识 信仰 和 践行 仁爱 从这个 中间呢 获得 乐趣 和 滋养 然后 这些呢 也被称为 这个人的 食物 啊 就是说 要是 属世的 生命呢 他就会 从一些 肉体的 感官 和就是 物质上的 东西 来寻找 乐趣 得到 寄托 以至于 造成 冲突 只等 爱 占据 之道 就是说 这个 我们如果 总是 寻找 这个 世界上的 世上的 这些 乐趣 和 我们的 欲望 这个时候呢 就会造成 很多的 冲突 实际上 我们的 很多麻烦 和这个 冲突 也是由于 这个 私欲 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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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 other thing Can you take us right back to the beginning it says here the word in the Old Testament contains secrets of heaven and every single aspect of it has to do with the Lord his heaven the church faith and all the tenants of faith now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people have realized that that is the truth and the apostle Paul in one place talked about Abram and Sarah and Hagar and he says that they are symbols he called in other words he knows that there's more to that story than just the story of these people who lived 2000 before before he was talking before he was ministering so and if you get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early Christian church there are lots of respected Christian thinkers and scholars who have speculated that the Old Testament has to contain something within and deeper than what just appears on the surface thanks but great 刚才那个 印讲到就是说 刚开始咱们念 咱们学的这个绿灯堡 单纯这个旧约的这个圣经文字 我们是就是说 没办法发挤到里面 深藏了天国的奥秘 从总体到细节 涉及主啊 天国呀 教会信仰的方方面面 就因为这个文字而言 我们看到的 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些礼节 礼仪 篇章这些东西 就是 印刚才提到 这个其实Paul也 这个提到了 就是像那个 伊布拉罕 他的那个夫人 Sara Salada 还有他的那个 那个女仆人 就是他的妾 三个人的这个矛盾 实际上那个Paul也提到了 这个肯定会有更深的一层的这个意思 而不是只是讲这个故事 就是谈到这个人的一些灵性 我漏掉什么没有啊 没有漏掉什么 我再稍微补充一下 他就讲就是 这个早期基督教会的那些 那些圣经学者们 那些那些 那些教士们 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里面 但是他们并不能知道 他们没法知道 因为这身份的东西 只有主向 像通过史维登堡 到天堂地狱 走了这么些年 才能知道 你考拆着猜不出来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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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fine 各位,谁有问题,这个阴阴还在这儿,你有问题,赶快问,一会儿阴阴的身体是很不好,确实今天又很... 对,那今天特别不好。 对,那今天特别不好。 我想问个问题。 OK。 Y Alan will ask a question and... yes urban 就是关于这个节期的问题 就是 犹太厉的这个, altar哥刚刚看了,有人盂不去的这个 bud 那点都叫出淑季 就是尼赛业十五日嘛,第个是出嫁节的第一天 然后呢,他的第二天, 是一个初熟节 我原来一直以为是 因为这个节 其实跟后面的五旬节 这一天是有关联的 我一直以为五旬节 必定是会出现在一个星期天 结果今天看犹太利 它是后天 就是5月29号吧 它不是一个星期天 我想问问这个 这个对应关系 因为它这个 应该是很准确的 才对 但是它灵异是灵异 但是它肯定 它这个怎么个对应关系 初熟节这一天 跟五旬节 以及初熟节 和这个初熟节的第一天 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 然后它灵异是怎么解释 广编或者上 你们来吧 我不知道这个初熟节和这个 我正在找 我正在找 对应关系的 对应关系的 founders wor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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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here penicost pentecost no is in the old testament you mean things like the jubilee or the different festivals like harvest and Gotcha em gate is that when the when the cause when the when the growing the plant 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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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in was just the first mature feast of first fruits okay in english it's feast of first fruits okay his question is about the spiritual meaning of this of this thing okay well jesus said by their fruit or fruits you shall know them that's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to my mind so he's saying that acts of love and kindness are the fruits of a spiritual life a life lived in service to other people and particularly a life lived in service to the lord that's what he's talking about by their fruits you shall know them now the spiritual meaning of the festival of first fruits is a reminder to us that we need to acknowledge the lord first of all that's what that festival was about it meant that people just didn't go and harvest and take it all for themselves they were first of all to take the first fruits and offer them to the lord and that's in our life it is to when something has complimented you or you've felt uh glad and thankful that you've been able to do something for another then offer that to the lord don't don't keep it to yourself offer it to the lord because if you can bring the lord into your life and situation in that way then you can continue to enjoy uh the what what comes uh subsequently first fruits remember the lord first of all okay yeah balin you feyva 啊好吧 就是 就是刚才那个啊印谈到就是雅各FT溯的那个节哈 我们俩都不知道1个是那个月节吧 就是說它是那个 通熟的 通熟结 就是说 哦 她的意思就是说 她的意思就是說是第一个这个这个 reti的果子哈 第一颗果 是吧 first fruit 就是首先 刚采下来的果子 对 对 实际上就是说 旧约里边 就是你 你第一个这个果子 实际上是要 这个 献给神的嘛 让神喜悦的嘛 他说实际上就是说 他那个 这个意思呢 也有就是说 我们 就是说信的人 要做出来 要行出来 那么行出来呢 实际上就是你结的果子 如果有了结的果子呢 实际上对你自己呢 也是一种鼓舞 也是一种 就是喜乐 是这个意思 再补出一点 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 那个初熟的果子 一定要献给主 献给主 对 对 这个 第一个 就是说 实际上 抽熟的果子 也是你行出来的 是不是 对 对对对 你行出来的 实际上你这 行出来的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因为你自己 如何如何行出来的 是因为主在 指引你行出来的 所以呢 就是说你第一个 你做的 比如你做的第一个成绩 你要献给主 然后同时呢 你献给主的同时呢 你自己也得到了 平安和喜乐 疏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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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counselor ído d Scaf appointed in the month of Abib for in it you came out of Egypt and none shall appear before you empty now here's the important verse and the feast of harvest the first fruits of your labors which you have sown in the field that's there's the commandment you know don't forget the Lord this is what Moses was told to tell the people don't forget the Lord the harvest is because of the Lord it's not because just because of you yes you may have put hard work into it but the Lord has sent the rain the Lord has sent the sun to warm it so when you start to gather the harvest the first fruits need to be offered to the Lord to acknowledge his central part in bringing it to a successful harvest first fruits and that's of course applies in our life 刚才印念的是 这个出埃及记 我还真的没跟上 这几章 反正总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这个是成绩的事情 是我们做出来的 但实际上 都是因为主 都是因为主 我们才能够做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所做的 就是刚有点 就是开始的那个成绩 一定要就是说 献给主 来荣耀主 实际上 我自己那么想 我自己觉得 好像我们做的 每一点成绩 都应该归功于主 因为确实是 都是主在我们 就是圣灵在指引我们 做的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指引 才能够做出来 他刚才可能是说的 那个出埃及记 二十三章十九节 是吧 地理首先出熟植物 要送到耶和华 你神的家 不可用山羊羔 母亲的奶 煮山羊羔 主要是前面那句话 就是要出熟植物 要送到耶和华 你神的家 就要献给神 就是这意思 耶 耶 把你地上最好的 是吧 最上好的 出书之入 带着耶和华 你神的殿中 对 OK thank you very much Yin I think it's time for you to have a rest Please lead us a prayer You say you lead Fine Fine Guan I Theologian Our Father in Heaven The person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We turn to you Thank you for the study Thank you for What you show us It helps us On the path To a more heavenly life We thank you for your mercy We thank you for your Holy Spirit We thank you for such encouragement We thank you for your mercy We thank you for such care We thank you that you are our God And our Saviour We thank you for each other And we thank you That we can share Through this technology A wonderful meeting That inspires And uplifts us So Lord may your blessing And your peace Be with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This evening and into the night We ask it in Your most wonderful nam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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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Pastor Thanks Sean Good night Good night Thank you Bye bye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I will Thanks again Bye bye now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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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aid昨天晚上 他睡得特别不好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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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昨天我们去的时候 气色还真挺好 还跟我们一起笑啊 对 然后而且食欲也特别好 对 昨天就是他说他是 had a good day 你知道其实可能这个人老了以后 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有一天好有一天不好 反正指定哪天好哪天不好 他就是感觉昨天特别好的一天 今天又特别不好 嗯 他就是夜里睡不好觉 哦 我估计就是身体不舒服吗 或者是氧气不够 他呼吸的就是他肺不好 对 对 你缺氧肯定肺不好 对 而且我发现吧 他就是说有好多人呢 不断的去他那儿呢 当然了除了有些理疗按摩师以外的话 还有就理疗师以外 还有一些照顾他的什么洗就是把他的衣服 或者是那个床单放到洗衣机里头啊 然后整理的房间呢 反正不同的人我怎么觉得 如果是那样的其实牵扯到他的很多的经历 而且是不是很有爱心的人我们也不太知道 我感觉到他 所以咱们这个小组要给他一些服饰是一个非常好 反正我都感觉到他昨天就特别愉快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觉得 有我们真是应该 他是一个人生活的 对 他是一个人住着呢 他北区有他的儿子 前两天 这个他大概每天下午 他儿子来一趟 那还好 他儿子也没法住到差点 他儿子那个媳妇也离婚了 他儿子一个人还要带那一个大家 他儿子住得很远吗 在北区 那可不近 他还有两个儿子在悉尼 对 那师母没有了 对 师母就是到天国去了 而且是时间并不长 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师母还在什么时候去年还是什么时候还在的吗 没有 没有 那不是 他家我们这个学习班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那他两个人的名字写在那里 那两个名字 因为他是以他的名义吗 哦 对 对 我还以为他在那里的两个人 他就是他认为他还是在一起 他们两个人还经常沟通 经常沟通经常交流 那当然那是灵里边的交流 主要是 哦这样 前一段时间当他很非常痛苦的时候 就身体状态很不好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很非常希望能赶快和他和他夫人见面 嗯 对 刚才 小雪 小雪 亚哥 来得稍微晚了一点 前面我读的那部分的时候 你们当时已经 你还没有来 但是非常非常欢迎你们 我当时想 呀 我看你们都不在 我是 可能你们今天有什么事来不了了 我一想到还都来了 很欢迎 我们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讨论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确实是啊 我们过去读这个创世纪啊 都是从这个 就是说 从四面上 理解 就是神创造了这个整个的宇宙啊 太阳啊 月亮啊 什么鱼啊 什么的 那个 还有就是 这些都是 是不是还是 就是说 我是在哪看瑞公说的 是 是就是说 一种什么呀 就是说 幻想出来的这个 这个文字表达 实际上 是一种幻想的这个情景 就是 imangible的那个 那个 那那个 那那个就是 人是从这个 你祖中 就是 就是 你祖道吧 这个也不是 也不是 这个 这个 据说呀 圣经前十一章 这个前十一章 刚好很奇怪的 很非常奇妙的是 刚好我们中国文字的象形文字 用这象形文字里面的 它所含的意思 可以完整的拼出 圣经前十一章的 内容来 这个前十一章据说呢 实际上是 这个好像还是 属于登宝说的 实际上是 摩西当初写 摩西五经的时候 他写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 他是从上古教会 就第一太教会的圣经里面 从那儿借用过来的 那个 这个 不管他这个里面 这个字面上的意思 因为人们一直在争论 但是字面上的意思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或者是有历史实实吗 而整个天地的创造过程 就是这样的过程呢 现在看来 因为 不仅仅是我们 就是这些传统的圣经学者 这些牧师们 这些神学家们 他们解释不了 他们都想着一切办法 在解释 比如说 认为说是一天 代表一个年代 或者一个 一个非常弱 非常长的一个 一个时代 等等等等 不管怎么说 现在揭开这里面 就是灵异 我觉得就更合理了 就是这七天 实际上是人重生的 这个七个阶段 虽然有绝大部分人 或者非常多的人 达不到第七天 这个阶段 但是最起码 他已经讲出来了 在里面 这七个阶段 到最后这个阶段的时候 是人有了上帝的形象 上帝说 我们按照我们的样式 照着我们的形象去造人 实际上 最后这个人 要能够真正成 达成上帝那个样式 真正成了真正的人 那要到达第七阶段的 这个灵意识 这么个意思 这个创世纪前十一章的内容 好像从史维登网来介绍 好像是摩西 并不是摩西 因为摩西五经 全是摩西写的 对不对 但是就前面这一段 好像是他从 最上古教会的圣经门 寄来的 这是我现在所知道的一些东西 咱们群里有没有人上过神学啊 上过神学的 好像都会学旧约历史吧 我是听 以前在哪看到过 就说 旧约大部分好像都是 就好多神话 就是从其他民族 各个小民族的地方的 传统的神话中 截取出来的 虽然就是说 在更高一个层面上 他说可能是神 当然是神的旨意 神的那个天命 就是把这些东西聚合在一起 然后变成旧约 变成旧约的 但好 如果从人的层面上来说 他就是通过人的手 然后把各个民族的神话 聚合在一起 然后成了旧约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应该不 这个描述应该 最最起码是不准确的 因为这个 这个整个旧约 全部都有 上帝的灵意在里面 都有 属灵天国的 这层意义 和属天天国的 这层意义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属灵天国的 这个天使 在读圣经的时候 他们理解的意思 是在属灵天国的层面上 理解 属天天国的天使 读的时候 是更高一层的灵意 就是灵意也有三层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整个这个 摩西五经 全部是从各个民族的 小东西里面 小故事里面摘出来的 我觉得好像 从逻辑上 或者从神的这个 灵意上来说 好像第一是没有必要 第二好像也是 反而受制于 人间的东西 反而好像 不利于神的意思的传达 我觉得恐怕里面 也许有 但是应该是 很少一部分 很少一部分 并不可能是 主要的都是 来自于民间的 这些传说 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是我想的 不一定正确 他这两个是不矛盾的呀 就是 比如说我 如果 如果我是被神拣选了 然后我要 我要被神用 来编写这个圣经 然后我就 知道了 听说了这个 就是说我的祖母 然后流传下来 西藏的神话 我就把西藏的神话 然后就记载下来 当然这个记载的方式 可能是 神圣人感动我 从经记载的 但是就是说 他这个神话 他的载体 它是文字 然后他灵异 它是可能是神 另外附加在 在这个文字之中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是特别想 我还问了就是 有没有研究过这些 这些旧约里边 神话的这个洪水啊 这些 因为好像不止 是圣经里边的 这个传说里边有洪水 还有其他很多 古老的神话里边 都有洪水这个记载 包括中国的 古代的那个神话 这牛蛙补天那段 就是洪水的记载嘛 我是忘了是 在哪看到了 好像是旧约里边的 很多东西都是从 更古老的神话里边 拣选出来的 然后他这个 通过神通过就是人 通过人手 编辑起来以后 然后再把这个 新的这个旧约 赋予灵异 我是这么说的 如果说 就是现在 感觉哈 你看我们 如果是 如果有时光机的话 我们坐回去看的话 就是这些事情 肯定都是 虽然他有灵意 但是肯定都是 上帝通过人手 做的嘛 所以有的时候 对这些神话 我就持一些 怀疑的态度 也许 他真的就是 神话故事 整个教会 或者整个人类的历史 按照慈维登堡的解释 就介绍 就从教会的角度来看 就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 有黄金时代 就是最上古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们 非常纯净 和上帝的关系 非常直接 人甚至可以和上帝 就直接能够和他沟通 黄金时代 白银时代 然后什么青铜时代 最后到这个 到了铁器时代了 就是整个人们的 这个灵性 已经基本上避塞了 和上帝 根本没有直接沟通了 每一个时代呢 好像都有 都有那个时代版本的圣经 黄金时代的圣经 刚才我不说 就说他其中 创世纪前世纪一章 那个故事呢 主要是从 可能是从黄金时代的 圣经里面的 借到的 如果 如果在写旧约 尤其是这个 这个摩西写旧约的时候 如果他有这样的智慧 或者他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也许他可能会 有机会借 借鉴一些 或者借用一些 上古时代的圣经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个 圣经里面 旧约圣经里面 不是提到这个 耶和华战记吗 耶和华战记这本书 好像据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留意里面有很多 这个关于上古时代的一些 一些教会的活动 或者是和人和上帝之间的互动 里面有很多东西 非常珍贵的东西 但是后来好像 没有 没有把它列入正典 或者反正最起码 但是好像它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 这可能都是 这个 这个摩西五经的一些 一些内容的 来源吧 谢谢刘老师 不客气 请问上古时代是在 创世纪之后呢 还是创世纪之前的 不能吧 讲的最善悟的黄金时代的 黄金时代的那个教会 大概就是亚当那个阶段 就是人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不管不仅仅是非常纯洁 非常质朴 而且呢 他的灵性都比较 比较好 所以和上帝就 就像亚当呀 直接他就可以 面对面就能说话 那如果 那个前十一章 实际上就是一些神话 或者是 Ferry 他的那个传说 那个亚当 夏娃 是真有 其人吗 这个问题 好像应该是有七人 应该是有七人 因为圣经 有好几本都在 罗列这个 就是他们的这个 等于是家谱一样 耶稣的这个上面 这多少多少大 所以就是说 他们那个就是 研究这个圣经史学的 这些人总是断定 我们人类 在这个地球上的历史 是几千年了 是吧 对 他们算了算 按照那个家谱算 就是人类在地球上 只有六千多年 对啊 六七千年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是说 考古学就是 不认为是这样的 对吧 对 所以就是说 到底这个亚当夏娃 是不是就是 真人 是不是泥土造的 反正 这个东西 我觉得有点 confused了 哎呀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觉得 好像 神从泥土造人 这个应该 应该从 最起码从神学的道理上 大道理上来讲 应该是不错的 因为 人类以后这个肉体 肯定也是就归于成土了 还是成土的那些成分 对 对 对 在大道理人的过程中 他关键的问题在于 他给你这个灵魂 灵魂 之所以要有这个肉体呢 就是因为灵魂 必须要 因为肉体 你才能在城市上生活 这个存活 在经历世上的这些事情 所以你必须 对 今天你读的这个就是 你没有灵魂的话 你的灵不活的话 你实际上就是一个死的 就是行之走肉一半 行之走肉 对 对 这个 史维德马实际上 描述得很清楚 我们 我们之所以有思想 我们能够判断 能有理性 这个所有东西 都是我们的灵的活动 不是我们肉体的活动 我 我搞生理学教学 对于大脑 对起码 应该说还算是知道一些的 你要从这个生理学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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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测 按照神经生理学的知识 来来想 实际上我们大脑里面 不会有那个 有思想的那个 那个结构 为什么呢 我们的细胞的结构 神经系统的结构 和动物一样 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从这个神经信息的传递 交流之间的积累 和动物没有任何区别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语言 那些动物都没有语言呢 肯定我们之所以能有思维 能有语言 能有这种这种各种各样这种高级的这种功能 还是就是我们的灵 不是我们的这些这个脑子的这些细胞里面的东西 哦你说人的那个大脑和这个动物的一般的这个动物的大脑就一样呢 基本结构是一样的 哦 基本结构是一样 只是那个那个那个各个区块的大小不一样 比如说羊对不对 羊狗他的那个绣球 就是管嗅觉的那个那个那个大脑部分 非常非常发达 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经常给他让他们看那个羊的那个东西 他那特别发达 因为他那个功能发达 对不对 你看我家那个狗每天出去门 不停地闻闻闻闻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嗅觉特别发达 他那个那个部分的大脑就特别发达 我们肯定我们很小 我们人的那个嗅觉这个那个部分非常非常小 但是我们的大脑半球管思维的管管什么这些东西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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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细胞很多 但是 虽然区域大小不一样 但是神经细胞的形态 神经细胞的功能 相互之间的联系的机理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那个结构 或者什么有什么特殊的好像告诉我们说 哎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能产生语言 我们知道是 有一个地方是去管语言 那个地方破坏了以后就没有语言了 倒也是 但是你打开了以后 把这个仔细研究那一部分的结构 它和其他的动物 的结构没有区别 完全一样 仅仅从生理学的角度或者神经细胞的相互联系 你不可能找出来 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会能产生语言呢 我不知道 那动物也有语言啊 它们之间也有交流啊 它们的交流呢 最起码和我们比起来这种语言 那就差了很多了 它们也可能有语言 但这种语言无非就是非常简单的 尤其是这种思想 对于神的这种思维 对于生命的终极的这种 这种思考和探索 动物没有 是 那倒是 interesting 我还想问一个旧约的问题哈 就是以前好像群里也有人问过 当时我又问 我还想再想问一遍 就是旧约它 本身 就是它本身的这个故事的含义 就是我们应不应该 我们应不应该去采纳 它本身故事的含义 就比如说亚伯拉罕 它是信心之父 然后如果看这个 亚伯拉罕这个故事的话 我们就知道 它是信心之父 它是说明信心 就对神要有信心 当然灵异 如果从所谓的 灵异来说 就是说它这段名字的话 它只是对人可能有个立志的作用 它并没有起到一个 对人的生命 一个终极的这样一个引导的作用 就是我们 就是要排斥 也不说排斥 就是说应该怎么看 这个传统教会对旧约的 这个意义的提取呢 我最近在翻译的一篇文章就讲 这个圣经呢 它既有历史的真实性 也有它的深层的灵意 这就是圣经的神奇之处 它是上帝的安排 既然是上帝的话语 它既保 这个维持了 或者是保证了 这个上面 字面上所讲的这些故事 不虚 又保证了 它这个故事 它字面上故事上的底下 又含了这个灵异 而这个灵异呢 有三层 灵异是两层 就是属灵的和属天的 这字面上的这一层意思 比如说 这个亚伯拉罕从赫人手里面买了买了一块地 那个卖别拉洞 就为埋葬那个 沙莱 沙拉 给他埋葬他妻子的那个 后来成了他们家的祖坟 这个过去好像在历史上 因为找不着这个赫人这个民主 多少年来大家一直觉得 那胡说八道 那没那回事 身体上讲的不是那回事 后来当那个 汉莫拉比 那个方尖碑被发现 发现那个汉莫拉比法典的时候 找到了 哎呦 那里面确确实实有记者 有这个赫人这个民族 那他证明最起码就是当年 亚伯拉罕从赫人手里买这块地 这个赫人这个民族是 当那个年代确实确实是存在的 人们都不太怀疑了 所以为什么有了圣经考古学 当然圣经考古学有很多东西 也是考古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比如刚才所说的 有这个赫人这个民族 他没法考证当年那个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从赫人手里买这个 买这个地的时候 那个契约有没有 这个没法 这个完全没有 但最起码能够证明 那个圣经这个旧约里面 有一些大事情 它是有依据的 不是瞎掰的 所以呢 这个圣经很多很多事实 很多很多历史故事 它有历史的真实性 确实是有历史的真实性 所以才有了圣经考古学 而且呢 你看所有其他的宗教 没有什么考古学 不管是这个 这个古兰经没有考古学 这个佛经也没有考古学 所以这个圣经的这个历史真实性 当然刚才我们说了 像那个创世纪最早那些章节 它你要去考古 一定要找出那个历史上的实物 好像现在已经 好像太渺茫了 太渺茫了 这个理解可能稍微要 稍微要要要要要看得高一些 或者离得远一些看 不能说一定要找着这个实物才行 但是后面那些 很多很多确确实是都是有 像今天早上我在读那个 约书亚记 就是那里边就是这个 约书亚就是在神的这个带领下 他们那个以色列人 当时杀那个附近的那些国 好几十个国的人 那杀的真是一个不剩啊 那个就是我当时就是读的时候 我就ask那个God to 那个lead me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meaning behind 因为看着还是真是蛮惨的呀 然后 然后反正我就一边祷告 一边想就是说 那圣经指导我去理解这个 实际上后来我自己这个脑子里 出现的想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上的这个生命 其实是在神手里边的神 或者主 他就是说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应该 归回家 什么时候应该在地球上 就是说看起来这些人被杀死了 很惨 但是实际上主收他们回家 可能会有更好的这个安排 所以 就是说读这个圣经的字面和那什么 反正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是很难的 对对 这个有的时候 可能也一个是要凭着信心去读 另外一个呢 有的时候也不可能 也不要太钻牛角吧 这个我这个话不一定用的对 这个描述不一定对 但是有的时候好像 但是我们最起码现在知道了有灵意以后呢 从灵意上来理解的时候 哎呀就会发现 就会发现 理解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是 可是我一直觉得旧约里边对神的描述都是那些作者主观的主观的一些观点 是正在他自己的角度上写的 他可能是对神有这么一个最初级的认识 但是并不是神的本相啊 神的本相应该是全爱全善的嘛 对吧 然后我觉得那个古人应该就是站在一个很基本的承恶 神是承恶扬善的这样最基本的一个角度上来描写神的 我是感觉就是那些约约里边的人就说 伊和华指使我去干什么 去干这个去干那个 但是可能他并不是真的是神让他去干嘛 而是他就是可能是借着是不是他借着 借着神的名义 然后去攻打城 去攻打各城各国 然后去把那里边人都全杀了 然后他就说是神的意思 但是 但是就是从神本身的角度啊来说 我就试着啊 试着从神本身的角度来说 我感觉神是不可能让一个 让一个一个国家去屠杀另外一个国家的 就不会发生突成这种事的 我说如果是按照人的角度来说这是可能的 但如果是按照人的角度来写 神是站在他这边 然后把这个故事写成了这么一段历史 然后神也可能用这段历史来承载他的灵意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是你按把这个字面意思 把字面意思变成真理的话 那就是得出的结论就是一个残暴的神嘛 对吧 还有那个 我一直对那个就是同性恋那张 叫索多玛厄莫拉那张嘛 以前我也觉得 有点不可理不太 也不太理不太好理解 然后后来我就问了他们 也是美国那个新教会一个email 我就问他们怎么理解这段的嘛 然后他们就是说的是索多玛厄莫拉 这个就是史维德玛也是史维德玛基金会了 他们说索多玛和俄莫拉 它象征的是灵里面的东西 象征的是对灵的偏差 对真理的亵渎 然后它并不是真的就是说是同性恋 是极大的罪恶的 而且那个时代的人对同性恋 其实对性取向是没有非常的看重 也没有就是过多的描写这个的 只是说他把这段历史放在圣经里面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就把它写成了同性恋 其实它是字面意思意思是没有 并就是不能按照字面意思来说的 结果呢然后后面我们后面的人 因为不了解这个灵异 就把它按字面意思来说 结果就发现了很多屠杀同性恋 和歧视同性恋的这个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观点 所以我就是一直觉得 圣经里面的东西吧 字面它是按照当时圣者 就历史都是圣者书写的吗 我感觉可能都是按照人的角度写的吧 这可能是一种解释 我认为这种解释当然有道理 比如说我最近这个 昨天我还给那个 那个澳大利亚新教会那个主席 写了一封信 为啥呢 我在翻译这个新教会的那个 那个信仰信条 很多文件我在翻译的时候 其中有一篇文章 就是这个他的主席写的 他叫David Moffitt 他其中讲天使 天使的所有的天使的特性的描写 他写了好多好多 都是从史维登堡这个书里面 找出来的 就是史维登堡这个书里面 对于天使的这种性格呀 特性的描写 其中有一句话 叫做天使从不毁坏 我就问他 我就问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句话因为 圣经里面明明白白讲的有几次 就像索德玛俄摩拉这件事情 对吧 就不是明明白白上帝派的 这个灭命的天使来毁灭的吗 还有那个这样的创世纪里面 也有这样的这个神上帝降下十灾 最后那个所谓的逾越节 逾越节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犹太人他门口上 抹上那个阳血 然后那个灭命的天使过来的时候 这个门上只要有血的话就不杀 别的都杀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撒末尔记上吧 就讲那个 在那个撒末尔记下 就是那个灭命的天使 因为那个谁 那个戴威的 戴威的不是干了 这个犯了罪以后呢 上帝要让他选 瘟疫啊还是怎么办呢 要惩罚 他就选了 三天瘟疫吧 也是灭命的天使来 来来来来从事这个事 我就问代表的 我说这最起码 这三件事情告诉我们 好像是那个上的 那个天使不是 不是不毁灭吗 他给我了 他给我了这个 给我给我了一张 这个 蜀天的奥秘这里面 这不是最大的一本书 大概是多少 六千多 第六千多节的时候 那一篇 那一部分 我今天还 我今天下午才看到 我还没有 还没有过得仔细读了 但基本上意思是这样 基本上意思就是说 人们对于上帝 或者对于天使 上帝派天使 所做的所谓这些残暴的事 实际上是呢 实际上人们 就是你 如果你是良善之人 你看到的上帝 你感到的上帝 绝对没有那些残暴 没有那些 那些 那些 鼻子冒烟 什么 烟地 喷火呀 这种凶恶的形象 都是非常非常良善的 就是在那些 邪恶的人 或者是那些 那些 这个完全违背上帝的 这些旨意去做事情的人 在他们的眼里 看到的上帝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么凶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 当他们去 行邪恶的时候 他们肯定会碰到 或者天使对他们的阻碍 或者上帝的这种 这种天命 对他们的这种 让他们遭遇的不幸 所以他们的心情里面 就感觉到 哎呦 上帝这么 这么凶恶 这么可怕 在他们的眼里面 就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 这个字面上说 表现的 反映的 可能最起码一部分 就是这些人的 在这些人的眼里面 或者笔下 所展示出来的上帝 他基本上是 从这个角度来 解释这个事情 如果你确确实是良善的 你不会看到这种情况 因为什么呢 上帝一直在祝福你 你最起码没有这种 这种感受 这种感觉 当然你会碰到 很多人生的不幸 你会有各种各样的试探 但是你始终心里面 会有平安 没有这种 这种残忍的这种感觉 我要跪他一下 因为我那个 还有一个其他的会 行我们可以 大概今天往前到这吧 谢谢大家 晚安 好了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广斌兄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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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